拼命令是干嘛用的 可能不太了解 我简单给你说一下 是这样的 我简单这边画一下图 网络传输 就是你可以认为是这边 这里假如说你这里面是有个fake queue 这边也有个fake queue 可以吧 这边就说 某个小伙伴的fake queue 我的fake queue 那接着 你这两个fake queue 你是不是可以 哦不好意思按错了 你是不是可以干嘛呢 可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给他发送 发送信息 你也可以给他发送信息吧 那接着你就把这两个fake queue 发送信息这个过程 比作这是一辆车 这是一辆车 你怎么把数据能够 传到他 你必须有一条道路才行嘛 而且这个道路是单行道的 就说如果说 你在这里面看 假如说我这里面有一个 这一个 他网络上都是IP的吗 192.168点 比如说这个是我那个吧 41.80嘛 好 好在这里面呢 我这一个有个87吧 然后接着 如果说 你怎么知道 你的数据能不能传给他呢 那你要测试一下 我的车能不能到对方呢 你是不是要看一下 你这条道路通不通啊 道路 所以我们怎么测试了 我们就通过一个 就通过这个命令 我来什么 片 这一个命令 然后接着 写下对方的这个IP地址 192.168点 41.80 然后接着啊 如果他提示 能够就正常那种提示一大堆的一个 说有数据的一个 就说明啊 原来我去你这边 这条道路是通的 那说明我给你发送信息 没有问题 但不代表你能够给我发送 就相当于说你过去没问题 怎么着回到 回来书 习习习习习习啊 万一修路人了 是不是 万一网络拥堵了 一样的啊 所以说最终你需要这边是 你要给他发数据 也来拼一下 测试一下这条道路是不通的 4192.168.41点多少 87 那接着如果你也能拼通 那说明两者之间传输数据是没问题的 那后面你才能够用这个差效 你来才能够连嘛 因为你差效就是通过网络来连的嘛 所以在这边这个拼的作用主要是看一下你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通信的 仅此而言 你可以理解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道路 我测一下这条道路可不可不可以行得通啊 类似那么一个 早上那个网 昨天吧 那个网管不是也是整一头这边整一头那边 不是也类似那么来测吗 类似那么一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 if configure了 就查看你这个就是我们Linux的一个IP 然后接着我拼接测一下我们两者之间能不能连通嘛 然后接着刚才我测了一个就有连不通了 我刚才测了一个29是可以连通的 29这一个 那接着我能够连通的话 我等会了 我就可以通过我这个机器和它进行一个三连嘛 一般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的嘛 好 这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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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